哈喽,喜欢斗罗大陆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我们都知道五魂殿的封号斗罗那是数不胜数的,并且有些封号斗罗至今都没有出场过几次,而这其中最搞笑的,其实还是五魂殿的公姿团王其四子,这四人可谓是死亡时间最快的封号斗罗了,出来还没有几个回合,他们就被送走了,作为上三宗的蓝殿霸王龙宗,为什么会被五魂殿倒下? 第一是比比东想要帮玉小刚报仇,第二肯定是因为蓝殿霸王龙宗有内鬼,也正是因为这两点,在蓝殿霸王龙宗祭祀的当天,千军斗罗和降龙斗罗一举拿下了蓝殿霸王龙宗的各个山头,本来御元镇还想开会商量一下该如何防御五魂殿,但是在这么点时间里,五魂殿已经将蓝殿霸王龙宗的所有山头都被解决了,而御元镇在这样的紧要关头,也是没有露出半点胆怯,而他表现更多的,那还是不容易, 并且在五魂殿劝他投降的时候,他也就只是说了一个字面,就这样双方直接就展开了大战,原本御元镇以为五魂殿就派了两个封号斗罗过来,但其实降龙斗罗和千军斗罗的背后,其实还有王岐四子,当御元镇看到这四个人的时候,脸色很明显有些不悦,而王岐四子的表情也是看得出来,他们十分的有优越感,看起来就像是公子团,其他人怕王岐四子, 可御元镇其实一点都不害怕,在御元镇合并魂固以后,王岐四子正好在这个时候,使用了四人融合剂,本来这个融合剂就是他们拿来清场的技能,可御元镇却直接硬生生接下了这个攻击,并且御元镇直接就单手释放了技能,而王岐四子却根本抵挡不住这个攻击,一刹那间,王岐四子瞬间就死了, 御元镇的攻击力,也是直接把千军洞罗给吓到了,看到王岐四子的死亡,千军洞罗也是索性,当才没有去接御元镇的技能,而是选择了防御,如果他和王岐四子一样那么自负,估计除了王岐四子以外,千军洞罗和降龙洞罗肯定也是要死的,不过王岐四子真的是非常丢脸了,出场的时候满脸写着傲气,可谁知道他们连御元镇的一只手都比不过,瞬间就被秒杀了。